既供活佛慈讯,涵养浩然正气。 修道就是要涵养浩然正气。 若没有浩然正气,代表你还潜藏私心。 所以行为不端正,私心就像蛀虫。 躲在每个角落,一口一口把正气吃掉。 然后释放乌烟瘴气,把自信给占住了。 自信就像一朵花,你要花而开放。 就别给虫吃掉,它的根,才能伸入土壤,发芽茁壮。 平常没有事的时候,心要静下来。 把心收回来,才看清自己在做什么。 你的念头跑来跑去,不能回光返照。 怎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,做什么。 话讲出去,不对也不知。 主人不在家,这就是心不在焉。 上天常会借着人,借着前嫌。 后学后道清,在办佛事的时候。 给徒儿一点不如意或磨炼。 考验考验徒儿。 这时徒儿一动念。 一生气,一再意,这关就过不了。 下次再重修更考验你。 你一点都察觉不到。 重复同样的问题。 是不是很愚痴,很没智慧。 所以徒儿。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。 要学会守住这一念。 如果这一念不绝。 不清明,你就念念生死。 不是冤枉修办异常了吗? 修道,不认人修,只认理行。 咱们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 功德并不是做给人看的。 也不必计算所做的有多少功德。 真功时善与否,全由上天定论。 徒只要抱持无为的心,无为的行。 立定目标,认理实修就可以了。 名利是众生所追求的,若你有所觉悟。 追求的本身也可成就一个人。 你可以追求效法圣贤先佛风范,道范。 而追求利呢?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。 真懂得修道的人就会栽培新上帝。 涵养信中天,而不会将生命 花费在计较与比较。 他会以道德本体为他的生命基石。 王少思寡欲的清静路迈进。 懂得乐天安命,这样的人 自然会使很多人静愿远来。 这才算是做到菩萨愿行。